我国羽球混双健儿吴柳盈 因为肩膀和膝盖受伤 今年5月前往德国接受手术治疗 休养一个月半后终于在昨天回国了 这名羽球好手没有停下来 今天就前往书展为新书签约 但球迷最关注的还是他什么时候能够付出 医生就建议吴柳盈至少还要再休养半年 现在我的手还抬不起来 所以就是会抓紧在他每一个角度的抬起来 然后这个好了之后才会去正常进行正常的训练 可是现在这段时间每一天抬其实是很疼 可是我也可以选择退下来 这个手术之后我就是因为我想要再拼 所以我才选择去动这个手术 日复一日的附健看似在休息 但吴柳盈心里对团队确实有着重重的愧疚感 一直希望尽快康复重新归队 所以就锁定明年登场的共和联邦运动会 期待可以和拍档陈炳顺再次合体上阵 休养期间吴柳盈也积极筹备新书 并会在今年10月推出自传 我只是吴柳盈和球迷分享自己在羽坛上的心路历程 使得他成为纪拿都里宗委后第二位出输的在意国家羽球选手 巴多空间陈宝尔 吉隆坡报道 巴多空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